按照管理來講 我們先把我們前面幾期買過的東西 先列出來擺在桌面上給大家看 那當它出現的頻率越高 就表示我們越常在 Costco 買這些東西 那也就是我們避滿的名單之一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萊恩 那歡迎來到這一期的好事多老實說 今天我們就去了一趟好事多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週我們買了些什麼東西吧 按照管理來講 我們先把我們前面幾期買過的東西 先列出來擺在桌面上給大家看 那當它出現的頻率越高 就表示我們越常在 Costco 買這些東西 那也就是我們避滿的名單之一了 這個是好事多的無調味綜合堅果 那裡面除了像是胡桃、杏仁、開心果跟妖果 那它主要這幾款組合起來 我覺得是比較超值的 那一般它只有單純的妖果 一罐是賣七九九元 等於是貴了整整一百塊錢 那我個人是喜歡吃像是那種 胡桃、開心果這種綜合的 它晚上當成簡單的宵夜、沖雞 或者是你肚子餓的時候沖雞都還滿不錯的 好的 那我們第二項品項就是這個 西洋梨 那這個西洋梨一般在加州會比較常看到 那在亞洲區可能會比較少看到它的蹤跡 所以我想這在賣場裡面 應該也是一個季節一個季節 才有推出的一個促銷商品 那這一袋是一百二十九塊 我大概算了一下裡面從大或小 大概六到八顆左右 那我們抓個平均值七顆 等於是一顆大概十六塊、十七塊左右 那它的味道還滿好的啦 吃起來跟一般的那種水梨跟蘋果都完全不一樣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廢話 這個西洋梨又不是梨子 也不是蘋果 一般在台灣比較少吃到這樣一個水果 西洋梨 可能只有在飲料的時候有喝過西洋梨口味的 那這個是西洋梨的外觀 那我們可以從裡面看到 它的外觀有點像是塗芒果 那放一陣子之後呢 它的果肉會變成熟變軟 那小朋友一般都還蠻喜歡的 好吃比個讚 比個讚 讚 讚是怎樣 哪是那一隻啊 那麼第三樣品項呢 就是這個柯克蘭的養殖生蝦仁 這個生蝦仁啊 它的產地是在泰國 那它裡面都已經把你像這樣去殼好了 有沒有 所以你在做烹調上面呢 會非常的簡單 那你要當義大利麵的海鮮料啊 也ok 那你要簡單的汆燙過後啊 然後來拌沙拉呢 也非常的ok 那一包呢是489塊 所以這對於懶人來講啊 是蠻大的一個福音啦 那我們今天買的第四樣品項呢 就是這個普風的五谷香酥雞 但是啊它真的有一點點太大包了 所以已經快佔滿整個螢幕了 這一包啊2.4公斤啊 賣的是499塊 如果你平常啊 有在吃鹹酥雞 或者是晚上啊 你總是受不了這種鹹酥雞的誘惑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買一包回家 用氣炸鍋啊 或者是油鍋啊 烤箱啊 來做烹調啊 應該都可以吃到香酥的這種鹹酥雞 然後你看啊 它這裡面啊 是完全啊 已經幫你裹好粉啊 已經幫你切好一塊一塊的 所以你不需要啊 再做額外的其他動作 你只需要做調味而已 我想啊 對於喜歡吃炸雞啊 或者鹹酥雞的人來講啊 這一包再多啊 可能都不夠 但是對於啊 可能炸雞啊 平常比較少吃的人啊 買了這一包啊 你可以同時啊 把它做成啊 糖醋雞丁啊 或者是草雞丁啊 三杯雞丁啊 我想啊 都是非常ok的 因為在外面啊 有非常多的那種 炒雞丁的菜呢 都是先把這個 呃 雞肉啊 先裹粉之後 先油炸 至定型之後 再把它炒進那個醬汁裡面 那這個炸完之後呢 它同時要吸收那個醬汁啊 會比較容易入味 然後還是放一下 還有一邊炸 一邊炸 一邊炸 這兩邊炸 那麼剩下這兩樣東西呢 不是我要用的 那是我家人要用的東西 所以我一併把它買回來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什麼東西 主要呢這個是除毛刀 那有一些女生啊 他有異毛啊或者是雜毛 想要刮除的時候啊 可能又不像男生啊 可以拿那種刮鬍刀來刮那個異毛 我不知道你們刮異毛啊 都是用什麼刮 我本身啊是用刮鬍刀 那我覺得 反正既然都可以刮鬍子了 拿來刮那個異毛 應該也是ok的吧 我不知道你們跟我一不一樣啦 可能 我從小好像沒有特別教育說 可能刮異毛要用什麼其他專用的刀 那這個呢 他是女生啊專門除這種異毛的刀片 那這一組啊他是賣799塊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牌子啊是舒適牌的 他除了一個刮毛刀以外呢 同時啊他有附了兩隻的敏感肌膚的刀片 然後跟一般肌膚的四個刀片 加上原來啊這個除毛刀上面的有一個刀片呢 總共有7隻刀片 所以我想啊應該可以用好一陣子啦 那這個是女性的除毛刀組 ok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麼另外一個東西呢就是這個 這麼一大罐呢他是化妝水 那主要啊我妹本來沒有打算要買啦 但是因為經由那個服務人員呢 跟他簡單的介紹啊 然後跟試用之後呢 他決定要買的 這個呢他是做保濕用的啊 我相信在上妝之前啊 都是需要一些化妝水啊 或者是你 盥洗完之後呢 你需要一些化妝水啊 來幫他做保濕啊 或者是比較容易上妝 比較容易服貼啦 好的 那今天我們買的東西啊 那就這樣介紹完畢啦 那不曉得啊 有哪些東西啊 是你平常也有在買的 或者是你用完之後 覺得非常非常地雷的 那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你有更推薦 或是值得一定要買的東西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好康到小寶嘛 大家試過啊 可能地雷啊 或好吃的東西 可以互相分享 那也避免呢 下一個人啊 踩到地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一段落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擊訂閱以及關注 如果你想看到我後續更多影片 記得下方開啟小鈴鐺 OK我是萊恩 我們下回見 掰掰